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回到今天周日版的国际大棋局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订阅 按赞 按赞 按一下终称小铃铛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受到限流 可能推送方面出了一些问题 同时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会计 成为会员,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一定你成为会员之后,推送就不会有问题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另外,肯请大家主动一点点 按进去 找回当日节目 有时譬如三节或者四节 可能当中有一节 可能是标题敏感 他没有做到推送,大家 亲自打开来看 肯请大家每天多些支持我龙台奖 因为你们的点点滴滴的支持 是我们每天的动力 与此同时,肯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的Playtron 昨天我们新鲜滚热 上了一集很精彩 就是说Eon Musk 火星大总统 很多听众听完就觉得很棒 立即问一下 有部分听众已经知道 按那条铃铛进去 就是梁錦祥工作室的 立即第2节 你一订阅就立即听到 那有些听众就问技术人员 那技术人员就立即回答了 把铃铛就发出来了 另外,台长 是 你有没有以前记得 我们小时候 譬如没有钱 去买漫画 或者漫画未出中文版的时候 有些懂得日文的朋友 就会问他 喂,那集讲什么呀 昨天我发觉有些听众就在问 喂,知不知道 PART 2和PART 3讲什么呀 哈哈 那我乱乱想 所以 这件事 我相信 比起我们以前小时候 我们看漫画 真的要 要等的 真的要等别人翻译 或者有时 可能是日本方面 它出版了才行 那我们现在 就是网络时代 即时就可以 揭开迷底 有些什么好得 你自己 给点钱 按了梁錦祥 工作室 PART 3的订阅 即时收听 亦可以即时 听完 和其他订阅了的听众 一起讨论 那你就不会 outday 所以 无论什么都好 亨请大家 直接订阅 另外 昨天台长 台长牛扒餐 出了之后 很多听众 都在这里讨论 甚至乎我们有两位 听众 是即时 就下去火之神 享用台长牛扒餐 赞不住口 尤其是对炒蛋 就说 很棒 另外 下去火之神 吃台长牛扒餐 朗哥就特别 调制了一杯咖啡 那杯咖啡 听众都说 是灵魂 这一杯咖啡 昨天朗哥 都在 扭计 听众 只是提着 台长 文进的名字 所以 我肯请大家 第一 下火之神 麻烦 都是去 朗哥鼓励一下他 告诉他 你也是他的听众 很支持朗哥 也很支持 火爆大叔 蝎子王 其他的主持 朗哥 昨天扭计 他说 不抵得台长这么多礼物 听众们 可以的话 下次 比如文进在澳门 不方便 执给文进吃 那些执给朗哥吃 其次 今晚也要支持朗哥 因为今晚 法灵师傅 天联解密 法灵师傅 和朗哥 和火爆大叔 和蝎子王 和IT Jacky 今晚就有我们的直播节目 兄弟深夜台 都是夜晚时间 11点多12点的时间 法灵师傅就会上来 夜晚晚说鬼故才有feel 现身说法 以他来计 他一个得高望 还有这么高资历的 一个师傅 他一定有很多 古怪东西 是遇到过 他今晚 上来直接 和听众说 直接和听众 Live 互动 所有天圆解密的 粉丝 就不要错过了 台长 是 我们昨天说 姜濤 那个反应 很热烈 有很多Mirror 和姜濤的粉丝 其实姜濤我们真的要赞他 他那个粉丝的 覆盖层很高 年轻的也有 那个 壮年的也有 甚至乎年纪大过你的台长 也有 都很支持他的 有很多听众 大部分都是理性的 有小部分 比如说 台长 文俊 你们是不是支持 陶杰 是不是对姜濤不敬 甚至乎 骂台长和文俊 连Mirror的歌都没听过 其实就针对 针对Mirror 针对姜濤 我想说 还回自己的 清白 我们昨天说的 都是正面 我们都是加许他 而且我们都说 都好 起码香港 起码有这么红的名声 怎样 我们那些说话全部正面 至于台长说 陶杰 其实可能他说的是 探讨一个潮流的态度 还是分析而已 就不要 就立刻这样去骂我们 其次 我们有位听众被人骂到删流言 他说了他什么 最大汤天的说话 他就看着我们那张照片 我们左边是姜濤 右边是陶杰 嗯 他说看着看着 姜濤老了的样子也有点像陶杰 接着 哇 下面只是被人炸板 然后 后来这位听众可能顶不住压力 自己也删除了留言 首先 真的要说 是很红的 MIRROR好姜濤好 另外有听众 在罵 说我没听过歌 在罵 文俊你连MIRROR 12个英俊的名字 你都数不出 我真的 很对不起 我真的 只认识姜濤 接着你们说的Anson Lo 中文也不知道什么名字了 接着另外 我就知道那个叫Lokman 就是那个队长 因为那个Lokman 我就是看那个 狂舞派那部电影 就见他演出 那个时候没有MIRROR的 是他跟颜卓玲 和蔡罕益 一起去做的 跳舞那部电影 那时候我很喜欢他的 我觉得 很英俊 另外跳舞也很有feel 亦都表示到那种 追求想跳舞 但是突破不了自己的境界 反而他的对手 那个舞那只脚 那个跳舞很厉害 跳叽力舞 那个虽然没有那只脚意外 但是他反而突破了自己 是去到一个 好像我们小时候看的 香港漫画那些 那些毛迪 就是叫做 华英雄 怎样跟毛迪 在自由神像中决斗 断路撑 哎呀 接着怎样突破自己 你说见到那部电影 是拍得很有feel 还有你对那些角色 是很入心的 那我那时候 知道那个人叫Lokman 去到MIRROR 我当时 他做了队长 但是我 没有听他唱歌 还有我觉得他 现在可能捱得辛苦 那个人就很瘦 瘦得很厉害 那就没有了以前那种 我见到的时候 那种英俊和贵公子的气色 在我心目中 他不差我姜濤 我自己个人的 言论是因为我觉得 始终他年纪是比较大的 应该过三十岁 那么他 是有一份 成熟和男子气概的感觉 就没那么 没那么厉害的 我挺喜欢他 他拍戏我喜欢看的 而且他跳舞很厉害的 但是呢 你说 很认真 他在MIRROR里面唱歌 在MIRROR里面的作品 那些 我真的没有留意 MIRROR我真的 只是数到三个人名 这样我认的 我试试看 问一下朗哥 给其他人名 我努力去看看 好吗 其次 我昨天 就听了BadMIRROR那首歌 BadMIRROR那首歌 对不对 我觉得 Rap那两个 很有那时候 林海峰那些feel 我很喜欢 但是 都是那句 可能 不同年纪 就像我这样 我看了 古灵精怪的东西 我喜欢那两个 Rap那两个 不知道是什么人 好像是网红 我喜欢那两个 但是 其他那些 你说 是否可以 每个定格 然后 拍一秒 半秒 然后禁止 看了12个人的样子 再去查他的名字 说真的 我真的做不出的 因为原因 MIRROR 始终是男的 我本人是喜欢看女的 所以 真的没有这种心机 其次 昨天也有听众说 原来还有一对女团 台长你知不知道 COLAR 对 他们在留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们问我怎么看 然后我说 COLAR 是什么 然后又被人骂了 为什么你懂ERROR 但是反而你MIRROR 又数不出 然后有一对女团 你又不看 你说你喜欢看女的 为什么不看呢 大哥 我 我喜欢看女的 但是 不代表我所有女的 都要看 所以 这些真的没办法 自己不是做潮流的 材料 在这 跟那么多位 听众说 不好意思 姜濤 我学会爱上他 那么我起码 我已经在做节目之前 姜濤有一首歌 叫做《亚特兰提斯》 非常喜欢 非常欣赏他 用这个名字来做歌 其次他有一首歌叫 《蒙着眼睛雪爱你》 希望那么多位听众 那么多位MIRROR的粉丝 姜濤的粉丝 就原谅一下我这些歌势的老人家 台长 你听得很烟 COLAR 你说一下 很坦白说 讲这题目 就少讲为妙 原因就是讲多错多 你都不知道哪一句随时被人抽成 真的不傻嘛 刚才说 12个MIRROR的成员 我真的没听过这歌 我很坦白的成员 所以我就不是 叫认真去讲这些乐队 我讲我是一个社会的现象 那至于刚才你提到COLAR那里 这样的 我都有根新闻的 我当根新闻的 今天报纸就说 他们有首歌叫《Gotta Go》 被指抄杂 抄杂是什么呢 抄杂一队日本的组合 叫Yowa Shelby 被抄杂的那首歌叫《向夜晚奔去》 那现在就追敏感 就是为COLAR作这首歌 那个作曲人 江志仁、CYKONG 就是编曲和监制 他就没有答到这个问题 播了几个歌出来 有些人就说 他是不是暗示现在 天南文座一大抄呢 那个经理人方面 就为了这个COLAR 就自怯 他继续 责任在他们那里 知道说什么都没用的了 也都不需要解释 所以现在就是吸取教训继续努力 喏 我有看新闻的 我看新闻才做评论 我不是在那里乱吹的 我不会连这个 曾江说 做这个王菲律 那时候是凌云街说错了梁宽 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不懂我就不说了 好了 你欠缺一些水准咯 你连曾江的儿子是金城武 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 台长你真的欠缺一些水准咯 是呀是呀 我继续说回这个MIRROR 喂喂喂 台长先说一下COLAR 因为呢 刚才我们做节目之前 有听众和恶宝 他说文津啊 你常常说 喜欢这30岁以上的女人 又说30岁以上才有女人 没 那適合你啊 COLAR里面有 有些女的成员是过30岁的 这样 然后呢 但是30岁呢 原来外面的人都说 他们是小女儿的 原谅我才和文章小孩子 真是不好意思啊 真是对不起啊 我首先说COLAR是质素很高的 其次呢 他们有这样的年纪 但是仍然是有年轻的外表和心灵 其实COLAR是多少人的 不知道啊 你没问我 不要紧了 我做完节目呢 我今晚呢 我会去看一下COLAR怎么串 COLAR 和可乐有关系吗 不知道啊 不是 不要紧了 总之我由今天开始 我答应大家 我会是全面爱上BiuTV旗下所有艾人 不是只有ERROR ERROR那四个呢 我真的到背如留的 吴保琴、193、D哥、肥仔 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花姐我也很喜欢,不是说笑的,真是好看的 但是我今天开始,Emma,Mirror和Color,是不是只有三对? 不知道,不要紧了,你出几一对,我照几一对,我承诺 我除了买这个超人闪卡之外,我下次我会去买Mirror的卡 我会承诺大家,我会给一些时间,我会成为不折不扣的Mirror粉丝 到时我就会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歌颂Mirror 好,继续台长到你 文雪在网上有些小马箭,我们觉得年纪那么大,我看这些东西就很化了 因为我们经历那个年代,由萧芳芳、陈寶珠的歌迷,影迷的马箭 到张国荣、谭永伦的马箭,以至到王菲和郑秀文之间的粉丝的马箭 一生人看了这么多,所以到现在就化了 比如我们去讲,我们很坦白,对于Mirror,其实就真的没有什么认识 但是我们也无意说去冒犯他,我觉得一队这么成功的乐队 如果你看昨天,我们做节目之后,在铜锣湾的情况 如果你有看照,就真是万人空巷 以前的明星都未必做到这个效果,尤其是现在还在疫情的期间 并且派599G,虽然昨天没有派 另外就是杨淘的杨明昇父母,杨淘的妈妈,昨天也现身在铜锣湾 那结果他也有同样的粉丝 大家好多姜桐的粉丝争着和他拍照 变成一个新闻人物 姜桐妈咪美不美?我对姜桐妈咪有兴趣 美不美这些是很主观的,你自己去看那张照片 你自己去评论,我也是说多一句,说多错多 我就不想引起姜粉或者MIRROR的粉丝 就是在那个讨论区和大家骂战 台长,不要紧张,我会闪闪 现在最痛苦的是技术人员,和我没关系 你不要说我害怕,我在香港 你先听我说,陶杰说他不敢回来 对啊,是藉口 他在机场被姜粉丝,即是扣留 你猜他那宗九龙堂那宗,你会更害怕吗? 九龙堂那宗真的没什么 那宗正常而已 你拍到我喝花酒,有多噁心 其实说真的,陶杰他这件事 其实会不会以你神秘之夜多年来的经验 这个推算啊,台长 有没有机会跟MiuTV一起的呢? 肯定是啦,都不用怀疑啦 就是啦,这样说,陶杰有他那个年纪的粉丝 那我们叫做陶粉 就是,他和阿伯偉聪 一离开了商台 就是,你间不中做一下郭明顶 是不是? 就跟着自己搞了一个平台 哇,短短的两三个星期已经十万个订阅的人数了 那你说他也有粉丝的嘛 他也有粉丝的嘛 那那些陶粉啊 那就遇到姜粉 那就大家混合咯 那这个我相信都是ViuTV神组 混合就变成姜濤 是啊,混合就变成姜濤的了 哈哈 哇,这个货币真是不错 你不要再引我说这些东西 我真的怕越说越说越说错多 在这里很充心和陶杰的粉丝 所以,姜濤好粉丝说 我就没有粉丝的 我也不想介入这些 黎昌书国里面 我就纯粹做一个现象的评论而已 所以大家高台归手 不过这样,台长 我们说一句公道话好不好 其实呢,经过昨天我知道 如果想拯救澳门倒业呢 认真的啊 叫MIRROR过来开演唱会 他们都想过的 你说现在是否要点石成金呢 我觉得也有可能的 你又不要小看他们 现在 只是香港红而已 那会不会跟着东南啊 跟着其他国家 跟着打赢南韩的这些组合呢 那大家不要这么早地做定论 因为昨天,姜濤生日 原来澳门也有 他的粉丝 买了一块广告版 做了一个广告 姜濤生日快乐 有很多少女 我想都想签名的 有在现场跟她一起自拍 其次呢 相传说好像 也有下巴士广告 但我看不到的 当然啦 你现在这样的疫情之下 你在这些情况 很难得 有那种气氛呢 很坦白说 就算MIRROR不是澳门人 但我也很开心的 你起码给到人家欢乐 起码令到新一代 起码很正面 其次 我这样说 姜濤呢 我觉得呢 如果一个人 你看到是已经去到这样 好像突然当你神那样 其实以他这么年轻 他很容易囂张 但你看到他 他都比较过人 是踏实的 他没有那种不可一世 甚至乎我这样说 我会拿什么对比呢 就是郑霆锋了 郑霆锋刚出道的时候 你看到那种囂张狂妄 那种很陈浩南 很王者气概那种 姜濤还是保持着 斯文和坑部 我觉得以他那个年纪 就是二十多岁 这个修位是很好的 我很坦白说 这是我对他的加许 阿文俊 你这个我就比较小股 我看这些问题 通常我会觉得 很多时候是公司的 市场推广的路线 比如你以前看到 他十几岁走Catwalk的时候 我已经做记者去电场了 这个有很多可能性的 可能他这个人也有少少的性格 但是那个公司呢 他们做这些形象的设计呢 他都要看回那个社会 比如他自己家庭背景 比如他爸爸是四哥阿赤燕 他一直有这种形象在那裡 这个是父亲形象的形族来的 所以你说 如果当时公司说 我们可能要另外一个形象包装 才能做到那样东西呢 那可能谢宁峰又做了另外一个形象出来 所以你说如果今天姜濤 那个形象给你这样呢 我当然不否认的可能性 就是姜濤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是这样 但是呢 他都要跟着那个公司 整个队伍 这个MIRROR 以至他自己的形象包装呢 去做设计的 所以又不要看得那么简单 说他真是谦虚 就是我不是否认这些可能性 但是呢 就是出来见到的形象 跟他真人那个呢 始终都是一个距离的就是 因为你在一个市场上 你作为一个产品 一个商品 怎样去包装这件事呢 那再次和这个姜濤的粉丝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不是想冒犯姜濤 所以大家不要走来那个草论区那里 和其他人骂战 你骂我没问题的 就是骂战呢 浪费了大家的宝贵时间 好了 不是 不是 台长 你要赞他 他昨晚就算这样万人空旱呢 他自己都有去现场那里 去搭借粉丝 还有呢 你见他 他都打扮得很樸素 也都没有摆架子 就是你不是说 好像这样 10个亚洲巨星啊 跟着整个50个人场的保镖 他没有的 他都是很亲民的 这件事给他一个credit 因为其实你见到冒犯这些巨星 其实都应该要有些风采 我们讲的周阳发 甚至乎哥哥张国荣 妹姐 他们当年又何尚不是这些巨星 在我心目中 好像我们说过两句梅艳芳 我们很多听众都很怀面他 甚至乎有听众说 一听到那些歌就哭了 其实我也是 我就是特意听梅艳芳的《夕阳之歌》 就是《英雄本色》第三集 我特意去越南赌场做事 特意去那个教堂 特意去找越南华侨那条街 特意去那些帽帽帽 那些尖尖帽 穿着长衣 在那里踩单车 我特意去看 真是没有知道92F 当时在首日 你明白吗 始终旅游旺固 我真是特意去沉迷 你想扮马哥还是扮梁家芳 当然是马哥 扮梅艳芳 当然应该扮马哥 然后有个梅艳芳 这样的一个英雄二女 你扮马哥就一定像 但是要找到好像妹姐 那样拍你 就难一点 这是一个遗憾 所以如果有听众 是三十多岁未结婚 然后有妹姐 这样的中干烈胆 英雄二女本色的 外貌身形 酷似妹姐 就跟我说 我们就不要拍拖了 直接结婚 好吧 不过没有什么好下场 通常这些都 不过没有什么好下场 要是思路问 什么 喂 你拿双枪 猛猛动作 但是 大哥 台长 喂 我是普通人 不是法哥 我要换蛋夹 大哥 你一枝枪 只有十飞八飞 打完要换 你不是无限子弹 其次一样东西 法哥 拿一枝92F 塞在盆栽 就没事 我塞 死得了 人家都看见 哇 你看那个人 摆一枪 喂 转头被人射到蜜蜂斗了 所以呢 这件事 这件事 也是 先想想想 无论如何 台长 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待会就说你不敬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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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敢说MIRROR 不敢再说 OK 先说一下其他港文 有什么港文可以说 有一个新闻 原本我不太想说 因为我都不是这类风格 但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 始终大家都关注 所以我都要说一说 我欠人口水 OK 大家知道 前两天就爆了一宗 就是 一个女性被杀 那一个人被杀 那一个人被杀 那那个屍體呢 就推了出来 那我们刚才用那个题叫Lady Killer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在这个之前 在这件事之前 李嘉超 他竞选的时候 那很多人 我在所谓竞选的时候 很多人 就说他中学的时候 如何迷惰那些女生 那也他很早结婚 好像說他在結婚前很短時間就已經生了一個兒子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形容他叫lady killer 我們說說笑而已 誰知道真的出了一個殺人的兇手出來 我們當時單憑新聞報出來就說了 但是我記得在網上很多KOL就很勤力地做了一些對比 發現這位女死者似乎是一個香港網紅來的 他有個名字叫Kat 是不是Kat 懷疑而已 疑似而已 未肯定的 純粹是現在在高登連登香港討論區 以及有一些其他的討論區 以及有些網上的KOL 不止一位的 說的是有一堆人 對比起死者的相片 新型特徵 包括原來他做的V字手勢 拍照的時候 最後的手指是拍不到的 竟然被他們找到兩張V字手勢的相片 真的手是一樣的 很多人正常做都不會有這個動作 這個情況出現的 我們正常都不會有的 真是萬中無一的 其次是同款的眼鏡 但是現在不可能有一個重要的事 好 提前這些事情 我會有很多人去追查這些事 也會有很多人去追查這些事 那這個事件就有一點封回路 那這個事情 因為最初就以為這位年輕人去做了這件事 然後推出車子出來 但是現在似乎如果根據這些消息透露 就是說警方也抓了其他人 也有兩三個同一同住的人被牽涉入面 可能這件事是這樣的 就是這位網紅由於他身體比較肥胖 都去到200磅的 在之前他教過一些減肥的方法 例如不吃東西和不睡覺 以我所知其實這種方法都不行的 這些方法都不行的 但是可能因為他實踐這些方法 結果自己真的受不了睡著了 可能他同屋住的人一路對他有些不滿 又或者他們喜歡整理人 於是乎趁他睡覺的時候 如果以名義上要叫醒他 接著就打他 打他不行 接著就好像找一些香水淋他 我覺得如果是真的話就很瘋狂 也都不應該這麼做 但是他都不醒了 結果最後就弄到他斷了氣 或者覺得他斷了氣 斷了氣之後 就找了那個現在第一次被捕的那個男子 那個男子是很瘦的 但是最離奇的一樣東西 全部我想說搞笑的 但是就不適宜用這個詞 應該是離奇的 很奇怪的 他竟然要求這位處理屍體的人 就去把他連著那個梳化 一起放在一個手推車上 而推出去 那你說想想 一個這麼瘦弱的男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被要求做這件事 當然有些精神的問題 接著他的處理又很瘦弱 擺了上去之後就綁不住 那到肯去推了期間 然後那個屍體就綁不住 就掉了出來 那些人看到就害怕了 也都報警了 但是竟然這個年輕人沒有走 就坐在旁邊呼氣 那你說如果再加上整件事 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 我是從一個圓巷的角度去說這件事 你是出了一個番茄魚之後 又出了一件這樣的事 澳門那邊又是火燒連環船 就是給人那種感覺很沒勢 沒勢在於什麼呢 就是那些人開始瘋狂 這幫人和這個死者 居住那個情況是怎麼樣呢 照計如果大家一起住的 起碼那個關係都不會太差 或者就算不融洽 都不會說吵架等等 但是你看他們那幫人對這個死者的處理方法 那麽這個事情是否也會死 那麽有什麼心仇大恨 那麽不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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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 那麽不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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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這麽順暢的樣子 就去做這件事 而根據那個報道就說 其實他之前被很多女人欺負 我想有一個男人被這麼多女人欺負 這個男人究竟是什麽男人呢? 但是大家可以對照最近Johnny Depp 和他前妻Lambert Hurt 堂上的對駁公堂 原來他經常被老婆打的 他老婆學這個MMA 又懂這些Roundhouse Kick 一腳就踢到他飛起 我覺得二百多磅的一位女性 他呼呼喊一個男子 後面有什麽內情呢? 我真的不敢說了 但是我相信裡面有些心理的問題 就是近乎所謂的虐待與被虐待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些我覺得都不是我一路做風格的那個內容 我想聽眾未必想聽我去分析這件事 我覺得整件事本身很顯現到現在香港那種氣氛 在那個疫情長期的隔離 或者限制那個社交活動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人容易產生一種的精神病 這種情況會令到一些原本已經很畸形的關係 更加惡劣了 就是整班人聚聚在那裡 是不是? 無所事事沒有什麼去做 那很容易做一些 如果是那個精神狀態不好 或者已經本身有些心理問題的話 很容易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這個我相信對這件事初步判斷你 台長 昨天有很多討論區的聽眾都說 整件事看起來好像很荒誕 荒誕形容好像無厘頭 周星馳形式的電影 但是我想到那個後面的深寒程度 我就反而想起另一套的電影 就是講這個三五成群 台長 壽茂平常 蕭詩案 是的 大王 宋本忠 還有林紫綫 林紫綫 他們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你覺得會不會這件事就好像三五成群一樣 但是那三五成群那群是年輕人 現在這些應該是成年人 而且據聞有一位已經是四十多接近五十歲 或者有一位是五十一歲 就是少事者 那一群一起住 因為那一群其實就是這樣的 他應該事發的那個單位 就是一個那些 郊區比較大的單位 就是可能說一千多尺 那裡面也分了幾間房 那可能那個廳就共用空間 那每間套房裡面就住了一對男女 那這位現在推著這個沙發 這個這麼瘦弱這位據傳 經常被人欺負的這位男生 那他就是戴上一條絲 那連一張沙發 那應該是去堆填區那些 那跟著呢 他其次還有三間房 那應該是有三拼的不同人 而那個年紀呢 就不是說全部都會不會是二十多歲 三十歲 不是的 有些是年紀不小的 所以究竟你說 為何會促成這件事呢 因為開頭你說 你正常來計 就是我這樣想 你現在有些推斷 就說其實分分鐘 那個女生 就是那位疑似 我們要說疑似而已 因為暫時真的 真的沒有任何公佈 那位可能是網紅的女生 其實他可能過了身不止一天了 就是現在看法 可能是分分鐘已經是有一段的時間 而可能全屋人呢 都是知道的 就不會說是不知道 那所以開頭呢 你見到警方說 可能拘捕他們 有機會告他們 什麼不法處理屍體 其實我覺得這些呢 就全部都是bullshit的 就是在我看法 就沒有理由不法處理屍體 分分鐘呢 就是集體的 謀殺 這個 在我的角度 是啊 好啦 這個我們都不是想去三日評論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靠鼓 是吧 到他那個 譬如說 在法庭那裡公佈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先再評論 我們只能夠說 近來很多地方 那個社會風氣都很差 都不止香港的 譬如說你 上海啦 其他地方 都很多這些 很超現實 很荒謬 很奇怪的事情來的 那所以呢 下一節回來呢 我們都要探討一下 現在在那個 中國大陸裡面 那些最新的那個疫情的情況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OK 下一節回來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偉我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樣東西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還有西冷牛扒 然後這邊有吉利腐蝦 還有這味道蛋呢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電粉質的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麵豉湯 這味道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看 接下來 一定要點這味道 台長西冷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港國 和支持梁錦翔鋒的室宴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